这个社会本来就很厉害 政府都是一群笨蛋 所以政府最好什么事情都不要做 所以马英九越笨越好 他当时他对我们的国家是最大的好事 是当时李老板的 我现在对他也持续很大 我也觉得他会做很多事情出来 而且这个税的问题呢 他也会受到很多外国的权媒攻击的 不断去攻击 所以英国Financial Times Financial Times 我说Wallsheet Journal 所有大的权媒一定会攻击他 因为这个对国际权媒来说 他们看得很清楚的 他们每一个国家也到 他什么都知道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他们会改的 我们不用太悲观 但是呢 很多学姐 出来讲的事情 为什么不看看事实呢 我觉得马英九应该看的不是理论 不是理论 不是理论 不是理想 要看实实在在 在其他的地方 已经发生的 已经发生的 到底 好的方法 他的后果是怎么样的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陈文茜 陈文茜 文茜的异想事件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 苹果日报的创办人 黎智英 这个李老板 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 写信给我 他说你不要只访问 李老板对于台湾政局的问题 他们很想听听 因为他们认为你这个人呢 你的某些成功跟你的某些人生的哲学 他们就是好玩的 用你的话 好玩叫好玩 这样 他们觉得很好玩 比如说 一周刊其实很赚钱了 赚钱了 你前一天都把人家采缘20个人 是不是 最近 不是啦 大概几个月前 几个月前 对对对 就最近啊 几个月前 那为什么赚钱的事业 你还采缘 你什么 你做什么事一样 你应该做的 就是做 不是赚钱就可以论来嘛 一个 一个 一个business 你有些人做了太久 可能 有些人 可能不适合 而且呢 我们先开始的时候 用的人 一定比较多一点 后来有些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减了 不做了 或者要换另外的 做另外的事情 要另外一些人 我们要把人卷 要卷一卷 而且有些人做了 就 你觉得刚刚做的时候 比较 很热情 但做做做以后就 惰性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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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他机会 他也 没有 没有 没有改变的 而且呢 整个管理 因为我们一开始就赚钱了 你就很容易 有点惰性了 惰性 整个整个管理 整个风气就变成很容易花钱 因为赚钱都乱花 你到一个地步一定要收回来 对不对 你有什么方法 你像你一个礼拜 多数时刻香港 有时候陪老婆去巴黎 在巴黎也住了 然后又陪小孩去哪玩 你多久可以到台湾来看看你的苹果日报 跟一周刊 那我以前是来 一个月来几天 三天四天 那你怎么管理 就靠人管理 不是我自改 靠别人管理 好像我看到 一周刊 他的消费可能太大了 支出太大了 支出太大了 我就提出这个问题 我就把管理的人 就让另外的人去看看他 就是这样啊 就是他们一看就知道 这个要ban 这个要ban 用的人有时候 你说有时候不是赚钱 你就用很多 很多人 因为赚钱了 他有时候 要退的人 不让他退 但是要新的人 就请新的人 你就慢慢慢慢臃肿起来了 臃肿起来 臃肿起来 你就要 有时候你就要 要所谓sake the tree 要把树的摇摇 就扶枝扶枝业要上来 你在你的事业里头 每天伺候你的员工 比如说如果他是一个总编辑 一个市长 社长每天就听老板的话 帮老板咋呼咋呼 其实在很多媒体里头 这种类型的人 往往爬到老板身边的亲信 这对你管不管用啊 我没用的 我没用的 我是做事就做事的 我是没有用的 其实我的 我们的同事也很好了 老实说 有时候人啊 最少每个人都一样啊 一个事业赚钱 我是很放手的 他赚钱放手给你搞 搞了几年下来 人变成臃肿了 钱多了 我就要找个人下来 要看重新去搞 人 我们的管理没有一个人做 高级的没有一个人做 就是有时候请的人 多了 应该12个人 请了15个人 那么算了 反正赚钱 就多三个人了 用不着也算了 这个要收一收了 就是要 所有business是这样 好的时候 就会自满 就慢慢慢慢 臃肿起来 做了很多事情 应该要 要收理的不收理 应该人要掉一掉的不掉 应该要重新去训练他的 算了 都是很多事 赚钱就算了 但是 你到一个地步 你要一定要给他个空间 去做这个事情 不能够每一分钟就压下去 但是 他做了这个事情以后 你要收 他也知道 我做错了 我以前太手松了 以后他都越来越 变成越来越好的管理 所以我用 我用人用很久 但是不一定说 那些人没有犯错误 但是你一定要给他学习 一个人 他学习最多 不是做对的时候 做错的时候 我们是从我们坏的经验里面 学习出来的 不是从好的经验里面 学习出来的 所以我们 环境不好的时候 你看 我很多朋友 生意好的时候 好像天上无敌的样 什么事情 好像点时成精 好像自己扮个神仙样 什么的 一生意不好 整个人 都先驱了起来 横扑了起来 先驱了 就是这样 你好 日子也好 都以为这是 哎呀 我每天做好的 我就是 我就是变成仙人了 变成神仙了 有时候啊 人就是这样啊 人到底是人了 你没办法 我们犯了很多错误 我们见了很多啊 我们才知道啊 好的时候就 好的时候每天 要提醒自己 好 这么好 坏的日子不会远的 嗯 啊 这么好 导入我把好的日子 当前坏的日子去看 我可能 可能好的日子 就永远存在了 是吧 你要这样啊 人就是 每一天 每一天 你要克服的 不是别人 你每一天 就克服是自己啊 嗯 好像对一个家庭也是啊 你像我看到 漂亮的孩子 不想吗 要克服啊 你要一个家庭 你就不能够 有女人啊 有别的女人 一样啊 做生意也一样啊 一定要克服自己的 热点啊 弱点是吧 弱点 你觉得你的弱点是什么 我的弱点是 我的很多啊 讲不 讲不完了 我还你要跟我说 想不起来 讲不起来 不是 不是 我很知道 可能一刹子讲不起来 但是弱点很多 我弱点就是 很自我 自我 很少听别人说什么 嗯 第二 我就 我是 我是很放手 我是不是 低调人 我太不低调了 嗯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就 想 讲 但是呢 我就没有调查清楚 啊 我就 缺佛了是吧 啊 缺佛了 比较 第一条的 比较 生日去了解一个事情 你就是从大概念 然后不太管细节 这个事有时候就错了 一错就错得很惨 而且另外我最大的错误就是 我对人没有内心 对人没有耐心 没有耐心 我不可以真的 我觉得这个人 哎呀这个人 这么笨的事情可以想出来 我就想着很多 可能很笨的事情可能发生 就说哎呀算了算了 这个人算了 但是人 多数都比你笨 所以你要跟很多人相处 就变成有困难 不是你 你永远想自己不笨的事情啊 你永远想别人笨的 别人笨的事情 你就常常想到 自己笨的事情 你永远不爱去想啊 所以你永远给别人聪明 但是你自己笨的事情 你也拿来想的时候 其实自己有时候很笨啊 你这样想呢 你就给别人多点空间 当年 我看到一个媒体的报道 上面说你一段话 你会同意吗 因为这其实跟你某些行为 又不完全一样 说你在商场上 无情无义 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 很emotional的人 我常常觉得这是无情无义的 你同意这个 这个我自己说的 其实这个话我是说的 不是别人说的 不是别人说的 第一 我做全媒 很多人说 很多人打电话给我 嘿金明 你昨天你的狗仔队 叫了我跟那个女人 去炮驴 给他教导了 你可不可以叫你的佛纪 不要登出来 我一登出来 我老婆 杀了我 几十年的老婆就走了 我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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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什么什么什么了 我就跟他说 你老婆这么宝贝 你何必去找女人 你为什么要找女人呢 你找了女人叫我 你叫我不登 我怎么可以呢 我每个人打电话来 我就生意没人做了 所以我说不行啊 他就哭啊什么什么 我就不行啊 我说不行啊 我不能够跟我的火计站啊 假如我跟火计站 火计的朋友打